巨峻夜为了见新婚妻子DICE一面 在宣布闪婚完的隔天 立马飞来台湾开启追妻之旅 现在正在隔离安居 在入住隔离酒店当天 DICE知道外面有大批媒体守候 超贴心透过饭店人员出面送饮料 跟大家说身辛苦了 除了暖心举动 有民众还向我们爆料 10号DICE要价258万的保姆车 也出现在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他带着工作人员和酒店员工 接洽开会并搅拌事情之余 不忘和巨峻夜甜蜜视讯 迫不及待想要跟老公见面的心情 完全展露无遗 而据悉巨峻夜在一天要价8000元 起跳的防疫酒店隔离日子 不只要创作NFT作品和恶补中文 房间内还有一台10天租金 就要1万的橘色飞轮健身器材 就算隔离也要努力健身 保持身体最佳状态 就是要用最完美的自己和大S见面 这对比偶像剧更浪漫的新婚夫妻 在5天就要见面了 想必重逢现场 肯定是飘满最多粉红泡泡的那种